焦掉變成多少 負一 所以在座的每個同學應該都明白 這個傢伙的圖形長什麼樣子呢 這個傢伙的圖形在我們之前課本裡面有出現過 它圖形是長這樣 它在領這個地方是斷掉的 來這個地方是空心 這高度是一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空心 這高度是負一 知道我在想什麼 知道我在想什麼 這樣會嗎 我阿倫已經變成手機的奴隸了 他整個勝出 趙先生我問你一件事情 這個極限存不存在 不存在 為什麼不存在 我各位問你一件事情 極限要存在 這個叫什麼極限 右極限 它右極限是多少 一阿 阿請問你 左極限是多少 負一 負一阿 如果你極限存在 你要殊土同歸 不管從什麼方向去逼近它 最後都要得到相同的結果 結果你發現它的右極限是一 左極限是負一 高度不一致有落差對不對 這個函數在這個地方根本就斷掉了 所以請問你這個極限存不存在 這個極限根本就怎麼樣 這個極限是不存在的喔 後面不要講話 換句話講 請問同學 看我這邊 我要下這一堂課最重要的結論 請問你它是不是連續函數 是喔 它在0這個地方也是連續的 可是請問同學 它在0這個地方的導數 它的接線協率怎麼樣 不存在 簡單來講 在這個點有沒有切線 沒有切線喔 不然的話我畫圖給你看 多想問你 這條是它的切線嗎 如果你覺得這條是 那請問你 這一條是不是 那如果你覺得這條是 那這條是不是 那它切線到底怎麼定義 我告訴你 像這種 這個叫什麼點 這個叫尖點 在這種尖點的地方 不會有切線 這樣你聽懂嗎 根本沒有辦法去定義它的切線 幹 OK 這是我們課本第75頁 要跟你講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這裡有一句話 希望同學把它寫上去喔 連續點也可能不可為分 連續不一定可為分 你把它寫上去 將來你會知道一件事 可為分一定連續 但是反過來講連續不一定可為 你寫一句話 連續點也可能不能為分 它的導數有可能不存在 你懂嗎 就算這個點是連續 它族形在這裡沒有斷掉 它也有可能沒有辦法求出 它的切線斜率 它的切線斜率是不存在的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在高中的階段 這個東西要跟你講清楚 再把結論講一次 連續的點也有可能是不可為的 有可能 接線斜率不存在 這樣可以嗎 好 謝謝各位同學 我有點內容 就先這樣 謝謝 Thank you